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叱測頒獎禮雖然已經完結了幾天 但是如波未了 這幾天在網上仍然討論度都非常之高 當然其中一個最高談論度的 一定就是Color的騷情 當晚他們就獲得叱測生力軍組合的金獎 還有就是叱測樂壇組合的銅獎 都算厲害的 以一個新人來說 第一年獲得新人獎的金獎不出奇 但是獲得組合獎的銅獎都比較少有 所以商台應該都挺支持這八個女生 當晚他們八個女生終於合體領獎 期間隊長阿繳叫大家準備好 準備叫團隊口號的時候 阿繳一直感觸到羹煙 即是想哭 身邊的心靈都已經哭到很感動 其實都說過 當晚這一幕出場的時候 尤其是他們開始表演那一刻 其實應該已經是那晚的焦點 也是其中一幕最感動的一部分 他們開場的時候 表演on off那首歌 八個女生就勁歌熱舞表演滿分 特別就是蘇智晴重新歸隊 完全沒有落後 非常賣力地演唱 當他唱到solo那一部分 即是獨唱的時候 全場就尖叫支持 有些人站起來 相當之有愛 不過阿Day明顯就站不穩 不知道是不是不舒服 幸好他站得住 但都看到他有一點 很害怕怕青青的 谷了公就離台 事後 他們在頒獎禮之後的訪問 阿Day都沒有出席 Cola就七個成員接受訪問 阿Day缺席經理人阿Wing 解釋說 因為肚痛不舒服要休息 未能接受訪問 阿Gao就說 今天第一次八個一起上台 非常激動 都沒有預計過想不到會緊張 叫團號的時候很激動 這句由Day1跟大家介紹自己 到現在再一次上台再說 真的很感動 特別看到台上很多人鼓勵 很感動 心靈就說 接下來Cola會有很多計劃 1月12日是他們成軍一周年的日子 亦有表演、新歌和產品 多謝大家耐心的等待 對於他在台上兩度落淚 心靈回應的時候 接受訪問的時候 又再哭一次 他就說 我真的不爭氣了 很感動 因為我們很久沒有合作 最近都很忙 梳化服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真的很厲害 很多人等我們 即是說 原來他們這八個女孩 雖然現在才是同場出場 但是我相信在過去幾個月 其實他們都是秘密練兵 即是不會突然出來才合體 只不過是合體見大家 但之前應該就是 密密他們躲起來去苦練 到焦點所在 當然就是訪問到蘇晴 蘇晴接受訪問的時候 表現就很堅強 全程都面帶笑容 他就說 我都很興奮和開心 因為隔了差不多半年 才和七個成員一起表演 多謝大家 這半年來雖然沒有齊人表演 但都繼續支持我們 也有記者問到 男友阿摩是否都很支持你呢 蘇晴就說 我跟他都有共識 他很支持我每一個決定 他都很開心見到我活躍 對他來說 康復和治療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意思是說 他都見到他活躍 這件事對於阿摩的康復和治療 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所以希望大家都好好為阿摩祈禱 至於問到阿摩的情況 表示他現在可以和阿摩用Siri溝通 對方一直都在進步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各方面都增加溝通 他各方面都向好緊 而且都很穩定 他說 我和男友都覺得要有工作 不想辜負我們的成員和粉絲 而且今天是新的一年 希望一直都向前有一個新的開始 蘇晴透露 從來都沒有想過退團 因為那些人問他 其實是不是有退團的打算 他就說沒有 希望 新的新年願望 只有一個希望大家 繼續為他的男友祈禱 即是粉碎這個蘇晴 這個退團的傳聞 之後蘇晴也都在自己個人的社交媒體上 也有出帖 感謝大家的祝福和支持 即是說 多謝你的堅強 教我靠著信念才可以走過來 大家都說 復工的蘇晴不但壯大勇 還多了一份堅強的魅力 那晚和隊友一起分享 這個生力軍組合金獎 和戚則樂壇組合同獎的成果之後 亦都在限時同態出帖 相信他在帖子所寫的 你的堅強 相信就是以正面態度面對巨變 亦都在應付復康度上 任何艱辛的男友 就是Mo 李啟賢 而他2023的願望 估計都跟Mo 的爸爸一樣 希望Mo 可以重新站起來 祝蘇晴願望成真 至於由造星到成軍 和他一起打拼的經理人 阿Wing 戴榮 亦都在限時動態IG上 出了他那晚看到COLA 再次齊齊整整重踏台版的時候 內心的激動 出帖子就說 在無人知的情況下 我們眼濕濕了兩次 因為這班女生真的很聰明 很令人感動 至於那晚身體不適 去到表演的尾聲 就出現頭暈暈 腳遠遠的update 許逸 亦都在限時動態報平安 他還分享他開工的照片 就說要大家擔心了 我沒事 真的很喜歡今天的造型 和妝和頭 可惜沒有拍照 我都對報道所說的 都很贊成 我覺得阿蘇程 自從這件事發生之後 你見他走出來 其實應該都會面對著巨大的壓力 成為焦點所在 雖然他是受害者 但是小不免都會面對著 有種 面對傳媒不照問你什麼問題 怎樣去面對 其實都見到他有一份堅強和松容 這件事在之前的阿蘇程是見不到的 也都見到他的成長和進步 其實他們八位成員 相隔了五個月 終於在叱冊頒獎禮合體 而下個星期一月十二號 就是COLAR的成軍一周年的出道日 COLAR也都在他們的社交平台 釋出他們全新的團哥 The Bright Side的預告片段 八個女生就獨立一條片 八人都以全白的造型現身 令人非常之期待 我相信接下來在1月十二號的時候 應該會有團哥之後一定的活動 其實記者之前都有問過他們 之前就說COLAR有一個演唱會 但是公司好像到現在都未公佈 到底會不會延遲呢 即是留回Macaville之後的公佈 我相信大家都很期待他們八個女生合體 就不只唱一兩首歌 而真的可以有自己的表演 這些就是COLAR粉絲最想見到的東西 今集跟大家講COLAR和騷情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